大家好 今天講一個問題經常有人問 問了很多年 都繼續有人問 iRelief是怎樣用的呢 這是一個高速止痛消炎無針針灸的設備 而這個儀器跟iWon不同 它是用電流 而不是用光 為何又有電流 又有光兩個品種 光可以很容易做到一些 任何有毛髮的地方 有洞洞的地方都做到 例如頭的穴位有頭髮 還有一些彎位 比如鼻敏感這些影香穴 又可以用光來做到 因為這些地方有油 用iRelief這個電極貼就不容易處理到 但是我們有很多時候要快 還有這個有四個穴位一起做 因為它有四個電極 ABCD四個電極的輸出 變成可以四個電極貼一起使用 有一個很有趣的協同效應 當你四個穴位一起發生通經落 這個五行協同效應會很快做到出來 令到你的症狀很快消除 這個其實是怎樣使用呢 很簡單 有四個白樓 這個白樓其實是一個電極 它裡面分別每兩個白樓 你先把電極貼貼在所需的穴位上 例如你說要透通或是你的便秘 你的腸部不好 你就用合谷穴貼在合谷穴上 貼的時候就是白樓對正的穴位 在右或是有一位附近 只要你貼了兩個 然後再用這條線 A B 或是 C D 都可以 這樣就拍下去 就是這樣 接著就開掣 這裡有一個開關 按下去 你看到前面的燈會亮 然後你就去調校大小 有1至10的度數 那你就可以由1慢慢上 上到3至4 我已經感覺到有電流 這樣已經足夠了 不用再特別扭很大的 那為甚麼又可以讓你調校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身體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部位 皮的厚度不同 例如你腳底湧傳穴 皮很厚 如果皮膚這麼厚 電阻一大 你就需要調校大一點的輸出 可能去到中間 甚至更多 視乎你的皮膚有多厚 那你感覺到有電流 就已經可以了 有些人會特別 容易需要調校大一點 就是哪些人呢 非常乾的皮膚 第一種 因為它的電阻會很高 這樣就要調校大一點 第二種就是老人家 現在又是會稍微乾一些 這些又是要調校大一點 但不需要拼命 在你有感覺之後再調校多 為甚麼我建議大家不要這樣做 當你已經感覺到 而調校太高的度數 你的皮膚刺激太厲害的時候 將來用得一年半載 可能有些人會過敏 這就是刺激過度的問題 但一般情況都不會 我見過的 少於百分之一的人 有這種問題 但也要提一提大家 剛才我提及過 自動月位追蹤這個問題 為甚麼貼是這樣設計 譬如我們的合谷月 真正的月位是一支針這麼小 我們正常針灸師 我們要用它的感應 用它的氣功等等 或者經驗去篤正月位 而因為我們的月位 每個時辰都有幾mm的偏移 一天內24小時不同時間 它月位位置有少許不同 如果靠針是比較困難 要很專業的人才做得到 但通過這個電極貼有個好處 電流永遠流入最低電阻的位置 而月位總之在兩吋的範圍內貼下去 電流自動找到最低電阻的月位 這樣便已經通到經絡 這就是自動找月位的功能 很簡單 這就是簡單的月位使用 如果我又有合谷 即是大長驚的問題 而我還有條線多了 那當然不要浪費 那你便做另一對月位 你有需要的月位 譬如你腸胃不好 我做下足三里 或者我月經有問題 我的荷爾蒙分泌有問題 做下三陰膠 那你另外一對月位的盤 就可以貼在那裏 最多方便你第二個月位 變成你四個月位 一起做有一個很好的協同效應 這就是I Relief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這些按鈕 我想說一點 其實後面還有一顆燈鈕 這顆燈鈕做甚麼呢 就是當你放在床邊 或是怕橙眼的時候 你按這個按鈕 它前面的燈就會不亮 這顆燈鈕 有一個二十分鐘的時間制 它一邊用是一邊倒數的 這個倒數就是由二十分鐘 落到去到完 你看到它就停了 自己會停機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忘記關機 但萬一你怕橙眼 你便按關燈 但時間制仍然會有效 還有一個就是電池 就是要充電提醒的指示器 如果當燈亮了 電池是弱的燈亮了 你就要快點充電 後面就有一個USB充電的孔 這個插了USB-C的線 或者上一代就是MicroUSB 這樣就可以充電 這個USB充電 裡面是你的電池 就像你手機的電池一樣 電池怎樣可以壽命長一點 就是不要用到沒有電 才充電 然後壽命長一點 所有鋰電池都是由上滿 或者保持它基本中上的滿度 你可以使用得久很多 如果你每次都用到盡才充電 它的壽命是相對短一點 但是記住 因為電池安全的問題 是充電的時候 它是不能用的 是一個安全保護 怕有任何漏電機會 就通過電掣 去到機器又去到你的身體 所以我們的安全設計就是 在插充電器 是不會有輸出的 機器不能用到的 所以你不用的時候 就沖著它 就像你的手機一樣 然後到電池 這些電極貼 它本身是一些有壽命的貼 壽命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貼很乾淨的皮膚 貼大約四、五十次 它就已經不貼了 原因很簡單 皮膚有死皮、有油脂 貼著貼著 它的表面已經有一層東西鋪在 它便自然不貼 它便會影響到通電 大家便要換貼了 但是有些情況下 有些人會說 我貼幾下 為甚麼這麼快又不貼 記住 如果你塗了霜霜、塗了護膚 油性的東西塗在皮膚上 而貼下去 這塊貼一碰到油 它便會開始不貼 好像一般膠紙一樣 它很容易怕油鋪在臉上 還有就是 譬如有些人的皮膚乾 或者是老人家的 死皮比較容易脫掉 你都用一塊濕布或酒精 去抹乾淨皮膚去去油 然後再貼上去 你的貼就會耐出很多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利用這部機 去幫你們 我們有本書 就跟著這部機 教大家用的 你裏面會見到幾十種 常見的身體問題 每一個問題 都有些ABCD的穴位 顯示在內容上 ABCD代表甚麼 就是電極的位置 電極上面有印號ABCD 你跟著那本書來做 效果是特別快的 也有些朋友問我 究竟這部iRelief 陣陣下的電流的感覺 和以往見到的 那些墨充治療儀 很便宜的百多元都有 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是完全兩回事 墨充治療儀 是以前開發來給運動員 一種按摩的工具 亦曾經有一段時間 被那些長期臥床的人 怕他肌肉不動 而導致他肌肉萎縮 用來做一個刺激肌肉 去收縮的一個治療儀 墨充治療儀的主要功能就是按摩 但這絕對幫不到你按摩 這就是利用一個不同的波形 一個電流 一個有迷負脈充的波形 去帶PVA的能量 去我們的經絡裏面 去達到通經絡的目的 和原本的脈充治療儀 是很不同的 雖然感覺有點像 它亦有些電流的感覺 但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機器 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享受這部機帶來的結果 多謝